他已经知道了 我说老爷子 等会儿药祖来了 你就别总开口闭口地教训他 弄得孩子 一句真心话也不敢跟你说 夫人啊 养子不教谁知过呀 我们就只有药祖这么一个儿子 不好好督导他 怎么能让他真正的光宗药子 药祖呢 药祖有什么不好的 说闻能闻 说武能武 要不是你说这年头 自己读书明哲修身 不准他进京去英氏当差 否则他早就跟你一样 手掌观印了 夫人啊 我看药祖 真是让你给宠坏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时候把药祖给宠坏了 前几天 我跟几个地方的绅士查续 席间他们提到药祖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反应吗 什么反应啊 当然是赞不绝口了 你错了 他们居然都是晦口不言 那一定是他们自己的儿子不争气 不成才 所以才不肯夸赞我们家药祖的 夫人 你又错了 我又错了 那你告诉我 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夫人 这还用问吗 如果 药祖有值得夸赞的地方 他们为什么不说出来 皆大欢喜呢 他们不谈 说明了 药祖的所作所为 可想而知咯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巨星 反正我清楚 儿子是我生的 我绝对相信 我们的儿子药祖 绝对是个好孩子 你 好了好了好了 别说了 待会药祖回来了 你自己去问问他 看看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 爹 娘 孩儿给你们请安了 平常日子不用行此大礼 快起来 坐着说话 晨昏定醒 乃是子女殷尽之礼 而爹爹公务繁忙 孩儿不能陪在身边 尽此孝道 婴儿见到爹爹 理应一礼问安才是啊 你会见的那些绅士 有谁的子女 像我们药祖 这么知书达礼啊 起来说话吧 谢谢爹 坐着说呀 爹爹返家初见孩儿 必定是有药事教诲 孩儿应当尽力恭听 你瞧见没有 你自己评评理 孩子有什么地方错了 药祖 为父因公务繁忙 很少在家 也很少跟你谈论 修齐治平的道理 我只想知道 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 令人非议的失礼 失疑之事啊 没有爹 我天天 谨遵爹爹的教诲 在屋子里情读师叔 以盼来年考取个功名 那为什么 城中的身世 对你有所议论呢 没有的事啊爹 娘 这 你这么问就不对了 药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应该去问问他们 你问药祖 他怎么知道 是谁在应度应计的 诋毁他呢 无风不起浪 志出必有因 难道 我就不应该问得清楚吗 无凭无据的 你到底要逼问他什么呀 你 我看你 干脆来个声唐问案 再给药祖大行伺候 这样 你要药祖他招什么 他就什么都招了 你 你什么你呀 孩子他天天盼着你回来 想跟你好好地聚一聚 想想天伦之乐 可你呢 一回来 除了教训他 还是教训他 你说 你 这就是你要的 父慈子孝吗 有了父慈子孝 就不用明白 是非道理了吗 爹 娘 孩儿罪该万死 孩儿惹爹娘生气了 孩儿愿意受罚 这下 你该满意了吧 起来吧 谢谢爹 也许是爹爹多虑了 药祖啊 说实话 自打你出生以后 爹爹一直都公务繁忙 全靠着你娘把你拉扯大 爹爹很少有时间管你 你娘宠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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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 这么大了 你才良心发现呢 放心 要祖他一向乖乖的 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好吧 爹爹还有公务要处理 你就陪陪你娘吧 好的爹 你慢走 娘 还是你对我最好 要祖啊 不是娘要说你 以后呢 做什么事情 都要避人耳目一点 免得有什么话 传到你爹爹耳朵里 让娘难做人呢 娘 你是不是不疼我了 谁说娘不疼你了 你呀 是娘的心肝宝贝 就是天塌下来 娘也会护着你 替你顶着 我就知道 你让我比我最好 哎呦 娘 来 我替你说说筋骨 来来来 坐下 我替你说筋骨 轻点 轻点